来关注川普资产方面的消息 数字世界收购公司DWAC的股东周五投票批准了与川普社交媒体公司的合并案 这笔交易最终可能为这位前总统带来至少30亿元的意外制裁 大约两年半以前这家收购公司宣布了与拥有出social应用的私营公司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合并的计划 合并之后的新公司川普传媒的股票可能于下周开始公开交易 股票代码为DJT即川普的首字母缩写 川普早已不复存在的赌场和酒店公司也曾在该股票代码之下交易 川普将拥有合并之后公司的近8000万份股份 按照DWAC目前的交易价格这笔交易的价值约为至少30亿元 尽管尚不清楚合并之后公司的开盘价是多少 对于川普而言这笔潜在的意外制裁虽然数额巨大 但无法立即变现至少在目前的协议条款之下做不到 因为在公司合并之后的至少6个月之内 川普被禁止出售新公司的股份 不过董事会仍有可能批准川普提前出售股票 根据一份计划名单 董事会成员可能包括与川普关系密切的人 如他的儿子小川普 前摔跤公司高管麦克马虹和川普的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如果董事会同意解除股票禁售期 这可能会很快为川普释放大量的现金 新的交易获批之际 川普正在对纽约州民事欺诈案 4.54亿元罚款的裁决提出上诉 但尚未锁定暂停执行裁决的保证金 下周一是最后期限 本周早些时候 川普要求纽约上诉法院暂缓执行该裁决 但尚未获批 川普的律师在一份法庭文件当中表示 他没有足够的现金向债券公司提供抵押品 以获得就此案上诉的保证金 但在周五出搜寿的一篇帖子当中 川普声称 我目前有近5亿元的现金 川普目前面临着多宗刑事和民事案件当中的 巨额法律费用 以及在三个独立的民事案件当中 总计超过5亿元的损害赔偿判决 这一篇帖子